接下来带您看到这个惊心动魄的攻坚画面 曾经在街头单独面对上百名飙车组 拿着M16步枪跟MP5冲锋枪 对空很开数十枪的高雄海线老大孙国凯 警方秘密集结了PE小组还有40名的特警攻坚 终于在凌晨将他制服逮捕 晚上8点多高雄警方赫枪实弹来到正户民宅 特警小组准备攻坚破门 现场气氛紧张因为里面的嫌犯可能拥有强大火力 警方拿狼头将大门敲开后直奔民宅二楼 但嫌犯听到破门声早已流到屋顶躲起来 但还是被警方当场抓到 一楼客厅一直逃窜到顶楼 而且躲到屋顶别的住户阳台上 为了抓他警方动员40几名警力和霹雳小组不敢大意 这名孙姓嫌犯还拥有MP5M16等火力强大的枪支 之前曾按上百名标车组发生冲突 居然在大街上对空开了20几枪 行径相当嚣张 两把长枪一把M16跟一把MP5的主机长枪 向对方的车子底盘开了十多枪 警方怀疑他还涉及多起酒店开枪 孙姓嫌犯横行大高雄多年 凶狠行径在道上非常出名 这次和三名同伙入网 也象征警方抓黑道的决心 记者谢重道陈卫军高雄报道